Jougrasiana里的鱼不吃掉? 没之前那么好钓了 是不是真的呢? 今天我是和我的一位朋友James来到了Jougrasiana的 其实这个钓鱼场我也有一段日子没来了 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都比较忙和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处理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我也收到了几位观众的讯息 告诉我这个钓鱼场变得没有我在最近一个Jougrasiana影片里那样活跃了 而且听说在那一段时间是有不少人来到这里钓鱼的 所以我也相信这是让它们变得不太活跃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钓鱼场的鱼都变得比较聪明了 环境也变得高压了 那么这一次来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只是钓钓鱼和放松一下自己 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鱼是不是变得聪明了 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钓到它们 我当天是带了Zen GT-0 Airy 65的威武钓杆 Pioneer Tacker The Series XC 配上了6磅的Zen GT-0 Airbrake 因为对象鱼是金木炉 所以前导线我就用了25磅的Rodford FC Phantom 贪腐前导线 因为它们的嘴巴是超磨线的 而这次我会用的路牙额 是NYH Fly的毛钩 NYH Fly的毛钩 会和我们看到的飞银钩不一样 它会比较大 比较重 就算不用飞银钓矩 也能跑得到 虽然是不需要用飞银钓矩 但是它们还是蛮勤的 所以我就先用这一组微物仿车轮 雕竹来试试看它的效果 竹子 船长 雕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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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